却说汉中王文官公父子遇害 护倒余地 众文武急救 伴上方行 扶入内殿 孔明劝曰 王上少忧 自古道死生有命 官公平日刚而自今 故今日有此祸 王上且已保养遵替 徐徒报仇 玄德曰 郭宇冠 张二帝桃源结一时 侍同生死 金云长已亡 故岂能独享富贵乎 言未已 只见官兴好痛而来 玄德见了 大叫一声 又哭绝于地 众官就醒 一日哭绝三五次 三日水浆不尽 只是痛哭 泪是一惊 斑斑成血 孔明宇众官再三劝解 玄德曰 郭宇冬吾 是不同日月夜 孔明曰 闻冬吾将官公首级献与曹操 曹以王侯礼积葬之 玄德曰 此何一夜 孔明曰 此时东吾寓以货于曹操 操之其谋 故以厚礼藏官公 令王上归怨于吾也 玄德曰 吾今集体兵问罪于吾 以雪无恨 孔明鉴曰 不可 方今吾欲令我乏位 为一欲令我乏无 各怀绝技 四夕而成 王上旨意岸兵不动 且与官公发丧 待吾 未不合 诚实而乏之 可也 众官又再三劝见 玄德方才尽善 传指传中大小将士 进阶挂笑 汉中王亲出南门招魂祭殿 豪哭终日 却说曹操在洛阳 自葬官公后 每夜合眼便见官公 操审京剧 问于众官 众官曰 洛阳行宫就殿多妖 可遭新殿居之 操曰 无玉起一殿 宁见使殿 恨无良公 假许悦 洛阳良公有苏悦者 最有巧思 操照入 并画图像 苏悦画成九间大殿 前后廊五楼阁 成羽操 操是之曰 辱化甚何孤义 但恐无洞梁之才 苏悦悦 此去离城三十里 有一坛 明月龙坛 前有一词 明月龙祠 此棒有一株大梨树 高十余杖 看作见使殿之良 操大喜 即令人工倒闭砍伐 此日 回报此树拒解不开 不砍不入 不能斩伐 操不信 自领树百骑 直至月龙祠前下马 仰观纳树 亭亭如华盖 直轻云翰 并无曲节 操命砍之 相老树人前来建约 此树已数百年已 常有神人居其上 恐未可乏 操大怒约 无平生游历 普天之下 四十余年 上至天子 下集树人 无不拒孤 是何妖神 感为孤义 言弃 把所佩剑亲自砍之 睁然有生 血尽满身 操恶然大惊 这件上马 回至宫内 失业而更 操睡我不安 坐于殿中 寅记而昧 忽见义人 批发杖剑 身穿造衣 直至面前 只操喝约 无乃黎树之神也 乳盖见识殿 意欲窜逆 却来乏无神目 无知乳树尽 特来杀乳 操大惊 几乎 五十安在 造衣人杖剑砍操 操大叫一声 忽然惊觉 头脑疼痛不可忍 急传指便求良医治疗 不能全可 众观皆忧 华新入奏约 大王只有神医华伦否 曹约 即将东医周太者乎 新曰 世也 曹约 虽闻其名 未知其数 新曰 化妥自圆化 佩国乔俊人也 其医术之妙 是所含有 但有患者 或用药 或用针 或用酒 随手而育 若患五脏六腑之急 要不能孝者 以麻沸汤引之 并病者如醉死 却用尖刀剖开其腹 以药汤洗其脏腹 病人略无疼痛 洗壁 然后以药先凤口 用药复之 或医院 或二十日 即平复以 其神庙如此 一日 驼行于道上 闻一人身吟之声 驼曰 此饮食不下之病 问之果然 驼令取算计之 三生饮之 吐舌一条 长二三尺 饮食即下 广陵太守沉灯 心中烦闷 念吃 不能饮食 求驼医治 驼以药饮之 吐虫三生 接赤头 首尾动摇 灯问其故 驼曰 此音多时于心 故有此毒 今日虽可 三年之后 必将复发 不可就也 后陈登过三年而死 又有一人 眉间生意流 养不可当 令驼是之 驼曰 那又非悟 人皆孝之 驼一道割开 一黄雀飞去 病者即欲 有一人被全咬阻止 随肠肉二快 一痛一痒 驻不可忍 驼曰 痛者内有真十个 仰者内有黑白 棋子二眉 人皆不信 驼一道割开 果应其言 此人真贬阙 苍公之流也 现居京城 离此不远 大王何不照之 操集差人心夜 请话驼入内 令诊脉事急 驼曰 大王头脑疼痛 因患风而起 病根在脑袋中 风险不能出 往服汤药 不可治疗 某有意法 先饮麻沸汤 然后用力服 砍开脑袋 取出风险 方可除根 操大怒约 汝药杀孤耶 驼约 大王曾闻 关公中毒箭 伤其右臂 某瓜果疗毒 关公律无巨色 金大王小可知己 何多疑焉 操约 必痛可挂 脑袋安可坎开 汝药与关公情赎 成此集会 欲报仇尔 忽左右拿下狱中 拷问其情 假喜见悦 似此良衣 试喊其辟 未可废也 曹池曰 此人欲成即害我 正欲即凭无异 吉令追考 华陀在狱 有疑狱卒 姓吴 人皆称为 吴鸦玉 此人每日 依旧是供奉华陀 妥感其恩 乃告曰 我今将死 恨有青囊书 未传于世 感功后裔 无可为报 我修一书 功可遣人送于我家 取青囊书来赠功 以计无数 吴鸦玉大喜约 我若得此书 弃了此意 医治天下病人 以传先生之德 陀吉修书赴吴鸦玉 吴鸦玉直至金城 问陀之妻取了青囊书 回至玉中 赴予华陀 简看壁 陀吉将书赠予吴鸦玉 吴鸦玉迟回家中藏之 寻日之后 华陀竟死于狱中 吴鸦玉买官便练弃 拓了差矣回家 御取青囊书 看戏 只见琪琪正将书在那里焚烧 吴鸦玉大惊 连忙抢夺 全卷已被烧毁 只剩得一两页 吴鸦玉怒骂琪琪 七月 纵然学得与华陀一般神妙 只落得死于牢中 要她何用 吴鸦玉接探而至 因此青囊书不曾传于世 所传者只焰鸡珠等小法 乃烧圣一两页中所在也 后人有事探月 华陀仙术笔长僧 神识如窥原一方 惆怅人王书一绝 后人无腹见青囊 优优独播剧场